我這裏拿著一張照片是某傳媒早排刊登的 就是關於這個紅磡站隧道北面 即是殯業館下面 早排呢 港鐵你都發覺有牆壁出了事 你不是要撥爛它 發覺你都在港斤即是不合乎規則 你們說了 那就 rectify 了 是不是 那這張照片呢 就看到那個地下就鋪滿了 那些碎的碎屎 那我猜是當時撥爛了 那黃色的圈呢 就看到牆壁上的那些複雜 很多還有一個紅色的膠的鈕 即是膠的蓋 根本還沒有拔的 紅色這個圈呢 就有很多這些一枝枝的線架 其實就被人釘了一些 即是將來穿線出去 那樣樣 那表面看呢 就問過那些專家 這張照片就不是一早拍的 應該都是發生了事 撥爛了之後看到 那當然鋼筋是看不到的 因為不知道去了哪裏 但是地上都是石屎了 我想問一下潘先生 你看這張照片 我想你都見過的了 你都有跟著的事件 以你的所謂專業認知呢 如果是這張照片這樣的做法 是否表示其實在那個位置 這個都是紅磡站的部分 在這個位置呢 其實不但指說有沒有鋼筋被剪短 直接是駁都沒有駁進去 竟然駁爛石子之後呢 見到有那些保護膠的塞都還在呢 你你有什麼意見呢 多謝主席 這張照片我相信是某間 網上媒體上面 新聞上面的照片 我都有一個Copy在這裡 相片上面其實見到一些事實的 那第一呢就是 我用回我的工程的認知 告訴大家 其實相片上面呢 在上方 在右上方呢 其實見到呢 那個石屍結構是有斜角的 有斜角的石屍結構呢 在銅暗站的情況裏面呢 只有grid line 48 打 想向北走呢 才會有斜角的 那就是說這個地方 其實是北邊隧道的地方裏面 那第二呢就是 我相信上面呢 因為有蓋 已經是有天花 有石屍天花 所以這個呢 應該就在一個層面 就在NSL的 就是藍不洩的層面裏面 那相片上面呢 主席說得很對啦 其實見到線架的 那我見到呢 同一個報導 其實另一張相片呢 就在另一個角度 去影 在同一個位置 影另一個角度的 那相片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 其實這一張呢 這一邊呢 其實是講這張相片的 好 而這一邊呢 就是講北面水道 正是另一邊 那我相信就是這個位置呢 其實是講的 大概是紅磡站 grid line 47 至grid line 50 的transition area 來的 而相片裡面可以見到 就堆了很多泥頭 好像石屎頭在這裡 那很明顯呢 你可能要快一點點 很明顯 因為拆寫工作正在做 那相片其實還見到 兩架藍色機械的 那兩個藍色機械呢 其實是石屎切割機來的 那藍色機械呢 在相片的這一邊呢 其實連了一些線呢 去一個疊式的界設機 那些這個紙倆 有講的話 可以可以交換了 那種外 الد真 是再次出現一下 那些紙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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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被封煤斬過 有一枝小短的鐵伸出來 相信牆身是L型伸出來 沿著連續牆興建 也可以很明顯看到 膠蓋上沒有移走 即是在嘗試興建牆身的時候 沒有嘗試把螺絲… 其實你的意思說了那麼多 即是說似乎之前做的那個紮鐵 其實不要說剪港斤了 連駁也沒有駁 我相信是 你相信是 今天我就要求永光你的 就是那個紮鐵箱 他沒有理由沒有說原因 我想問一下港鐵 你們當時可能都應該看到這個情況 你認不認同潘先生這個判斷 是永光紮鐵可以做到那麼離譜 駁也沒有駁呢 我想請一下Jason Wong的背景 王先生 多謝主席提問 在就著北面隧道的連接位的情況 我們在3月20號已經發過新聞稿 也在6月1號的鐵道士小組裡面的文件交代了 這個位置我們發現了滲水的情況之後 我們將它打開了之後 這個你訓練之前的事情 我的問題就是剛剛潘先生說了一些事情 當然他的事情不是事實 是一個判斷 你有沒有什麼回應 關於他的這個判斷 還是你不想回應 多謝主席 我們剛才都提過了 我們打開了石市之後 發覺那個地方是做得不好的 做得不好 就是說那個膠粒沒有拿走 就叫做得不好嗎 那個地方呢 有些地方的鋼筋是沒有連接到的 有膠粒 當時打爛石市 有沒有膠粒 連拿走都沒有拿走 那那張照片 應該就是在打斷的時候拍的了 我現在不是問那張照片 我問你當時打完石市之後 有沒有見到有膠粒 沒有被拿走 剛才提過 有些地方的鋼筋是沒有連接到的 所以有膠粒留在這裡的情況 也是有機會出現 有機會出現 整個連接位 我們已經重新做好 有機會出現 有沒有見到 有機會出現 有沒有見到 好的 我自己再問 好